敘里亚人权活动人士说 政府军队反政府武装控制地区的空袭导致几十人死亡 同时国际和平特斯布拉希米开始再次访问大马士革 努力解决敘里亚的内战 当地活动人士说政府军的战机星期日空袭了 哈马省海尔法亚镇中心的一间住房 导致几十名居民伤亡 在英国的敘里亚人权联网台说 军方战机还轻炸了阿拉伯省北部城镇扎菲拉 导致十三人死亡 这个镇是反政府武装一直设法要占据的大型 序里亚军方大楼所在地